在维方奎文区渊多湖景区 来自维方市内外的13支龙舟队 2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比赛 随着开幕式的龙舟点睛环节结束 裁判员一声鸣笛 参赛队伍冲出起点线 朝前飞驰而去 击鼓挥奖争度 活动现场 在铿锵有力的鼓声中 整齐划一的口号声下 运动员们手起讲座 驾着龙舟批拨竹浪 上演速度与激情 尽显力量之美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比拼 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咱们爱国世人起源而兴起 它崇尚的是爱国主义情怀 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举办龙舟大赛这个活动 可以充分发展中华民族 坚韧不保 自强不息 与拼搏奋进的民族精神 激发群众热观向上 奋影争先 不该落后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态度 与往年相比 本届龙舟大赛的开幕式可谓是精彩分成 摩托艇 皮滑艇 水上飞人等展演项目的加入 立刻将现场的气氛烘托到了顶点